据报道 俄罗斯海军在2013年的最后一周里连续接受了三条核潜艇 其中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第二艘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已于2013年12月23日服役 该潜艇目前已经抵达摩尔曼斯克北方舰队哈基耶夫海军基地的母港开始正式部署 北风之神级首艇尤里多尔格鲁基号也部署在该基地 北风之神级潜艇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型弹道导弹潜艇 将成为俄罗斯海军潜艇舰队和威慑力量的支柱 逐渐替代老旧的台风级德尔塔级潜艇 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前共建造8艘北风之神级潜艇 前三艘可以携带16枚布拉瓦潜射型弹道导弹 每枚导弹搭载多达10枚核弹头 后艘为改进型潜艇则可以携带20枚核弹头 第二条是在12月30日接收的 885M型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北德文斯克号交付俄罗斯海军 885型潜艇的北约代号为格兰尼吉 俄罗斯海军共订购了8艘 首艇北德文斯克号于1993年在北方机械制造厂开舰 2010年下水 该舰水下排水量13800吨 长119米 航速31节 前身600米 可以搭载90名艇员 其中包括32名军官 该艇的主要武器包括24枚SSN-26红宝石 SSN-27反舰导弹和自导鱼雷等 在同一天被接收的 1949A型奥斯卡二级攻击型核潜艇加入海军 这艘潜艇名为斯摩·伦斯克号 斯摩·伦斯克号潜艇建于1990年 总长为155米 水下排水量达到了24000吨 前身600米 前航速度最高可以达到32节 装备有24枚P700花钢研 SSN-19超音速巡航导弹 射程可以达到550千米